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准时为你更新 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最近我重读了大前研一的经典著作 叫做思考的技术 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有一个启蒙的效果 它帮助我建立了独立判断思考的能力 在当年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醍醐灌点的感觉 因为在那之前都会觉得 因为我过去有经验啦 所以我现在这件事情就可以怎么看 怎么想怎么做 但是这通常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经验有时候是一个陷阱 因为你过去有同样的经验 所以你觉得现在跟未来 好像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可是就如同我常讲的一句话哦 如果你用过去的经验想现在的事情 然后要去预测未来 这会准的话 那每个人都是半先了不是吗 常常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迷惘 或者是面对很多决策判断的时候 没有办法掌握本质 那就是我们可能太过被自己的经验所限制 被他捆绑住了 所以经验有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凡理 它可能只是我们一时的想法 我们必须有意识的把它放在旁边 我们才能够发现本质 而且呢这本书还给我另外一个启发 就是呢凡事是对事不对人 这里讲的事情叫做事实 而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 就是谈事情然后不要针对人 其实无论我们面对的处境是什么 如果我们没有回归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被立场跟情绪所绑架 所以在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 这两点都给我很大的提醒 但是啊读者读者心里越来越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啊大前研一的思考的技术 它里面谈的 不正就是我在自信表达力 这门线上课程里面跟大家分享的 怎么说呢 自信表达力 它是帮助大家建立起表达的思维 跟表达的能力 多数教表达的课程 可能会教你一些口语的技巧 还有一些说服的套路 但是在我的自信表达力这门课里呢 在我跟你分享怎么样组织讯息的 这些技巧之前 我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陪伴你建立起思考的能力 常常有时候 所谓的不会表达 其实不是你的嘴巴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反应太慢 而是你没有想清楚啊 你可能用过去的经验 尤其是那些让你感觉到害怕 担心受伤的经验 而套用在此时此刻 又或者是呢 你发现你很认真的表达了 很多你的看法跟想法 但是眼前的人无动于衷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只是在说你想说的话 而没有建立起掌握核心的思维能力 那自然而然 你就很难把你的讯息构织成 对方听得进去的部分 在大前研一认为 要能够抛弃经验的凡理 需要的是逻辑的思考 是一种科学的思考方法 他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人告诉你 天空是蓝色的 你说对啊 天空本来就蓝的 这其实不是一种 科学性的思考方法 科学性的思考方法是 那为什么天空是蓝的 是不是到哪里 天空都是蓝色的呢 然而如果你仔细地搜集资料研究 你就会发现 天空从来就不是蓝色的 那只是在对流程形成的一种颜色而已 如果你今天人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 你看到的天空其实是黑色的 所以啊 如果类比到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 在你张口说出任何一个字之前 你有没有先审视自己有哪些的预设立场 其实预设立场会常常让我们 造成一个状况就是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对 但却不是别人要的 就如同一句俗艳说的 当你手上有锤子的时候 你看什么都像钉子啊 然而呢 在我的自信表达力课程里面 在协助你怎么样把自己说清楚的这个单元 在这里就跟你分享了六个思考的工具 然而这其中的第一个 就叫做排除你的预设啊 然而在我们排除了预设立场之后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学着对事不对人 再次强调啊 这里谈的是指的是事实这个意思 他谈到了一个企业的案例 在2004年的时候 日本的化妆品的品牌加力宝 他面临了经营的困境 那个时候两个方案 一个是卖给花王 一个是接受日本的企业再生机构的援助 那这两个方案哪个会更合理 哪个对于加力宝的未来是更有利的呢 先假设如果要卖给花王 那花王是日本最大的化妆品公司 它的优势就是成本低通路很多 而大前爷爷帮他预估了一下 如果加力宝卖给花王 他们的营运物流这些成本 能够降低30% 那个时候加力宝的利润 是每年大概300亿日元左右 因为这个收购会造成成本的降低 它的利润就能提升到600亿日元 利润会翻倍 而当时花王给出的收购价格是4000亿日元 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字 但如果他们接受援助的话会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日本的再生机构 能够为他们提供3600亿日元的援助金 这个提案其实蛮吸引人的 因为你拿了钱还不会成为别人的附庸 因为你不是卖给另外一家公司嘛 但是再生机构其实只是资金上面的资源 在其他这个产业里面 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物流啊通路啊 还有制造等等的都没有什么能够帮得上忙 纯粹就是给钱而已 所以呢加力宝虽然能维持300亿日元的利润 但是进一步想 它也得靠自己去扩大生产通路等等的一切资源 那照这么类推下来加力宝的成本就会提高 然而麻烦就在这里了 这个成本的提高是不是能够同样的扩大盈利 这是一个问号 所以两个方案来比较的话 哪一个是更好的呢 其实应该是接受花王的收购 可是结果呢 加力宝他们接受了再生机构的援助 在这之后他们的利润就一直下滑 那为什么加力宝没有接受花王呢 是因为工会反对嘛 因为工会他们认为要维护员工的利益 所以呢卖给花王可能会造成裁员啊 等等对于员工不利的状况 可是当工会以自己的本位立场出发 而经营管理却没有针对事实去做决策的时候 就造成加力宝这个品牌越来越惨 越来越辛苦啊 所以呢你会发现哦 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想清楚任何事情 是不是除了被自己的预设立场 跟自己的经验所绑架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 我们罔顾了事实 比较是凭感觉 或者是凭一份情怀 在做任何的决定 然而在这里我就常说 有时候你想的不清楚 你自然讲的不明白 表达没有办法帮助你达到目的 那反过来很有可能是 你根本没有想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自信表达力这门课 这么强调思考的主要原因 有很多学员在第一次参与这门线上课程的时候 他都告诉我刚开始真的要有点耐心 因为他期待要学自信表达力 怎么听了半天还在教他一些 怎么想怎么分析怎么判断 然而呢 他们也都告诉我 当走过了这个思考的锻炼 包含怎么样排除预设 包含怎么样清楚的去定义自己要表达的内容 跟表达的标的 那更不要说其他的思考工具了 比如说拉长逻辑链条 还有去厘清什么是必须的 再进一步让你长出进入现场的能力 还有最后让你去提炼 你到底要别人记住什么的关键 这一切都是让你张口说出任何一个讯息之前 必要的思考锻炼 如果没有这个思考锻炼 你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很会讲笑话 很会讲段子 但是你的表达却没有关键的说服力 再不然更惨的就是 你也不会讲笑话 你也不会讲段子 你的话已经够少了 就一开口还没有重点 这是不是双重挫折呢 其实我今天从大前研异思考的技术 无非就是想要跟你说一个呼应性 什么样的呼应性呢 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 你认同要表达任何讯息 关键在思考的话 那么除了鼓励你可以读大前研异的书之外 我更鼓励你可以参与我的线上课程 自信表达力 而且在这边还要特别跟你分享一下 自信表达力1399的优惠 在8月31号晚上12点就会截止了 所以你加入了吗 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 把握着难得的机会 让我能够陪伴你一起建立起清楚的思考 还有明白的表达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除了YouTube之外 我们也有Podcast的频道 你只要在Podcast的应用里面搜寻 七点文化一天听一点 你就可以订阅我们 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我们需要你的行动来支持我们 然而如果你对于七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如同今天提到的自信表达力 这门课从推出到现在 已经有很多朋友参与 并且给我很正向的回馈 他们都告诉我 参与我的课程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那就是不用强迫自己去改变个性 去让自己扮演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但是却可以直指核心的 学会什么叫做说清楚讲明白 希望你能够把握 我们在8月31号1399的优惠的最后期限 我也更期待能够知道 你在学习之后的体会与发现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